其实我觉得到最后也是说回就是大家一路都说我的电影 就是说无论花还是扁都是同一个理由 就是大家有些是我觉得我电影就是它永远找到一个平衡 就是在市场观众大众的口味跟个人的口味 跟就是所谓文艺或者艺术一点的东西怎么样去平衡 那平衡的过程就是说你怎么跟观众去沟通 怎么找到一个故事一个载体能够把你喜欢的跟观众喜欢的用在一起 那么其实其中一个最大的关口就是商业电影就必须得用明星 那当年很多人尤其是去了大陆都不太了解 他们对商业电影的看法都觉得商业电影就必须像喜剧景腿片 就是类型片那非类型片就是文艺片 他们都觉得甜蜜蜜是个文艺片 对他们来讲他们文艺片其实不是我们叫文艺片 他们文艺片就是艺术片 那么其实我觉得甜蜜蜜肯定不是文艺片 因为他是文艺片的话 他肯定不会是张曼宇跟黎明演 因为一定是找两个真实的大陆演员 这才是够真实 那么但是问题是当时的整个市场也是不可能用两个大陆演员去拍一个香港电影 那么找了张曼宇黎明他本身就是一个妥协 跟市场的妥协 但是很多人的很多导演有时候一妥协的时候就觉得我就放弃了 我觉得我这个就是拍给观众的 但是我觉得你其实电影还是你的 你妥协的同时你要妥协的很乐意 也妥协的很兴奋 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有些时候是没有矛盾 所以你就尽量跟演员用另外一种态度 因为演员也会演很多样的戏 他们也会演一些他们就 我们广东叫交行货 就基本上就是知道这样就行的 这商业片 但当你真心的拍个东西 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他们也会把它演得更好 那过程里面就很多很多的沟通 很多很多的聊天 那么聊完之后呢大家都在角色里面找到了一个自己的共同点 跟那个角色共同点 然后他们就会有跟别的电影不一样的表现 那其实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是过程可能很复杂 那《甜蜜蜜》里面就是 找到了张曼玉之后是跟她聊了好几天 就是她决定演不演之前聊过很久 决定演之后还聊了几天是从早聊到晚上 那么我觉得真的是从早上十点十一点聊到晚上八九点 那么连续聊几天一场一场的聊 不停的聊 然后跟黎明也聊了很多次 都是希望在里面抓到一些大家的共通的感觉 一些对爱情的价值观的取向 然后放进去这样